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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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間有限的地方要做好規劃 在燈效及選材方面 就要花點心思 今集設計家就帶大家來到 大角咀奧語的一個單位 在我旁邊有這個單位的設計師 Cam在此 Ada 你好 大家好 我是Occacy Studio的Cam 入行五年 我想知道這個單位的尺數多大 原積間隔是怎樣 以及你們有沒有做過什麼改動呢 這個單位大約有300呎左右 原積間隔是我們沒有改動過的 原本的廚廁我們都維持原本的狀態 我知道這個單位 其實護主對於設計上都有一定的要求 其實他們有什麼要求 以及這個單位會有多少人入住呢 這個單位主要是兩個人入住 護主最大的要求就是要有兩樣東西 其中一樣就是要有一個雪櫃 本身單位的廚房也有雪櫃 但因為原本的雪櫃就太小了 本身發展商的雪櫃只是一個地櫃下面 一個類似酒店式的小雪櫃 所以我們在空間規劃上 都會特別預留一個大一點的空間 放一部高一點的雪櫃 預留給護主擺放他們的食材 另外一個要求就是 護主需要一個特別的舒服空間 預算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在家工作 又或者是打機之類的有限活動 我們就先看看大門一進來的圓關位置 其實這裡的圓關 以我所知其實原本都不算面積很闊落 但是我看到你現在 都加入了一組大的儲物櫃 其實在設計方面 你當初是怎樣去做的呢 正如你剛才所說 圓關位置本身都不是特別闊落 所以在設計上 我們又要換足護主擺放鞋 或者其他收納上的要求 亦都要不可以令整個空間太狹窄 所以你會見到我們在設計上 就有高低櫃子分 就不是一組很失正的高櫃 另外就是你見到 在底、中間和頂的位置 都加入了不同的滲燈效果 這些效果可以令整個感覺輕飄飄 有少許圓空的感覺 有少許圓浮 另外中間的位置 原本因為發展商的位置 有一個電視仔 即是樓下開關控制管理員的位置 我們都要在這些位置預留 不要影響了它原本的配置 其實我見到 這個貴身的損式 其實都有深淺式的對比 譬如貴身和貴板方面 其實都有不同的模式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譬如在損式方面 怎樣可以減低這個圓關的壓迫感 原本這個單位 會有現代的風格為主 可能就是原本單位的尺寸 都不是特別大 所以我們會偏向用淺色的選擇 但因為都想有少許型格 或者脆味性重的感覺 所以在全屋不同的空間 都會有石紋 或者水泥式的配搭 另外還有位置 都有些條紙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個 現代混合風 在圓關的位置就是 正如剛才也不斷提到 本身比較窄小的空間 我們就用淺色為主 另外石紋 或者其他水泥式的配搭 就會在單位核心的位置 見得比較多些少 在圓關的另一邊 其實就是一個半開放式廚房 我知道這個也是原池 發展商提供 其實這個廚房有沒有做過什麼改動呢 廚房方面沒有特別改動 但要說的是比較小的雪櫃 就是因為這個雪櫃 會成為客廳部分 增設了一個大雪櫃的原因 因為雪櫃實在不夠 戶主原本需要擺放的食材 在廚房門口 是不是都加入了一些放戶簾 防止煮食的時候 油煙都很容易飄出廳呢 沒錯 因為如果要加到門的話 實在太大工程了 所以戶主就簡單一點 就可以加一塊布簾 加布簾的好處就是 當我不喜歡這塊布簾的時候 很輕易就可以換我另一款 可以因應那時的心情 或者那時不同的季節 就更換自己喜歡的布簾 去配襯整個家 我知道你是一個角落的位置 其實都規劃了一個新的書房出來 不如我們現在就過去參觀一下 好 我個人本身都喜歡這個現代設計風格 亦都有時候可能混合工業風格的元素 可能用一些深木色去混入一些幾何的設計 變成一個現代風格會比較強烈 我和Cam現在就來到書房的位置 其實書房這一邊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角落的位置去做一個書房呢 因為這個角落其實是旁邊有一隻很大的槍 這個受光的位置就可以令到工作的時候 個人會精神很多 另外這個位置就是經由剛才提過的圓關櫃 我們在設計上用組櫃來連接了圓關的空間 和單位核心的空間 現在連帶進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比較寬闊的工作區域 剛才也提及過 護主對於雪櫃的需求都非常之大 所以我看到在這組櫃 特地預留了空間去放置雪櫃 另外在其他的用色或者選材方面 其實都貫徹圓關那邊的儲物櫃 沒錯 這組雪櫃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會問 護主本身是想選擇哪類型的雪櫃 或者有沒有一個特定的型號已經選定 所以可以看到做出來之後 其實是非常合適的尺寸 當然我們都會預留散熱的空間 其餘的位置就像剛剛提及過的現代風格 我們配上不同的深色石紋和淺色石紋 除了有不同的展示空間 去展示客人需要展示出來的心頭號之外 就算護主有時候跟我們說 他們的收納需要不大的時候 我們都會盡量用盡有限的空間 因為你始終會越買越多 當你自己不丟的時候 需要收納的地方就會越來越多 去到後面這個位置 其實應該就是一個衣櫃的位置 我看到衣櫃都用了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甚至是選材方面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可以呀 我們本身上高的位置 就會用了一些淺色的物料 因為淺色的感覺放在上面 就會令整個感覺沒那麼壓迫 但在下面或是視線範圍的位置 我們就沿用淺目色 深色和淺色的石紋 另外還配上了少少灰鏡 令整個空間可以有種大了的感覺 另外就是護主可以換衣 之前之後都可以照鏡 而這個不同的配搭 因為我們會看到門的位置 有不同的直線線條 去分間不同的顏色配搭 這個都會增加一個除美性 那我看到一般 可能有些人在衣櫃上面 主要做一些青玻璃的設計 而我看到這個衣櫃 其實只是一個灰玻璃的設計 其實兩者有甚麼分別 帶出的感覺有甚麼不同呢 青玻璃主要就是 將你本身的光 100%折射出來 整個光度 就可以令到空間光很多 提亮的感覺 但是灰玻璃就會吸收了少少的光 令到整個空間不是很柴硬的感覺 所以看下護主的要求 是想要一種整體的空間 是非常光去做事 還是一種比較型格 或者沉實少少的感覺 這個單位我們就選擇了 比較沉實少少的感覺 所以就用了灰玻璃 但是因為灰玻璃本身的反射度 都足夠去襯衫馬照鏡之類 如果想營造一些高貴的感覺 可以在貴身加入一些灰玻璃的元素 增加通透感之餘 亦都帶有時尚的味道 我看到這個櫃 雖然樓底非常高 但是其實你們都沒有做到頂 其實原因在哪裏呢 原因就是好像剛才各圓關的位置 圓關的位置就是我們用了底滲燈 中間中這個位置滲燈 以及頂滲燈 我們將頂滲燈的部分連貫進來 可以根據剛才所說 將圓關和客廳的位置連貫在一起 其實後面這裏就是書櫃的位置 其實在書櫃甚至後面的書櫃上面 其實在損色和損材方面 你們有怎樣去衡量 大部份的位置 我們都是用了切木式 和剛才提到的食紋的感覺 但因為亦都提過了 而戶主除了收納之外 還有很大的展示空間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幅牆上 有大至一半的空間是用來做顯示的位置 而顯示的位置 我們要麼就會漏空空 沒有門板 另外又或者做一些玻璃的門板 玻璃有種通透的感覺 另外會有少許鏡背 可能一遮住未必看到 鏡背都可以令整個空間擴展大些 就不用太焗促的感覺 那你在預留書房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怎樣衡量 究竟需要多少空間呢 大部份的時間 我們都會看原積 各有限制 原本這個空間 其實是箱上擺個角樓 但亦都是橫樑的原因 所以令到角樓改了位置 但當之前一開始 因為戶主未收樓 已經找我們幫忙設計 未開始收樓 多尺之前 我們已經估計 有機會會被橫樑影響到角樓的擺位 但一開始就是始終都想 角樓有個私隱道 當角樓擺在這裏的時候 這個位置其實是一個很寧靜的工作空間 本身是一個從寧靜 或者是一個獨立的工作空間去想 但收樓之後就被橫樑影響了 我們設計的同事們 整個團隊就和客人想了不同的方案 和客人講解 其實這個位置 既然有這麼大的窗 就不要浪費了 寧願留一個大一點的窗 有多一點的光線 進入工作空間 工作的時候會更加精神 很多人都覺得開放式單位 未必可以做到這麼多功能空間區分 設計師就在這裏 利用了一個角落的位置 去規劃做工作的空間 令到護主就算要在家裏做事的時候 都不用怕沒有地方 還可以專心一點 這一節其實我們都看完 玄關、廚房和書房的位置 不如我們下節回來 就去參觀一下角樓和客廳的位置 我知道你都加入了不少心思在裏面 我們下次可以再看 平時在家裏最常逗留的空間就是睡房 因為我的睡房也是我的書房 因為大部份在家裏的時間 我可以在書桌的位置做事 同時睡覺的時候 一轉身就已經可以放上床去休息 回來設計家的時間 我和Cam現在就在客廳的位置 其實這個客廳 主要做了什麼設計概念 以及當初怎樣分區 而分到這個位置 會成為一個客廳呢 客廳位置主要分間了 樓上角樓睡眠空間 以及樓下客廳的空間 其實角樓正如上一節所說 我們本身是放在一個人物的地方 但因為收樓之後 環樑的高度影響了整體的擺位 所以我們在不同的方案 和客人談完之後 客人就取捨了 因為我們本身窗口的位置 外面對樓景的 客人就覺得 其實可能景色方面可以取捨 就把樓梯放在窗的位置 而我角樓也移私了 客廳這一邊 首先說一下下層這方面 其實主要是一個 在電視的位置 即是戶主回家 都可以有一個休息的區域 其實在選擇一些傢俱上面 怎樣去考慮呢 本身這個電視 也是客人會給他們理想的尺寸我們 所以其實我們在收樓度尺之後 就第一時間看看這幅牆 夠不夠位置擺放 它理想的電視尺寸 而在電視後面的特色 場位置 我們做了一個調子的設計 除了一個設計的特色之外 其實這幅牆後面 是藏了電視的線 所以我們在線材的收納方面 都會有考慮到 另外 梳化的位置 搭配了一張灰色的梳化 亦搭配整體的感覺 本身電視上面和下面的空間 上面我們主要放了一些 本身客人的心頭號 一些擺設或者一些 souvenir 樓下的位置 就會擺放一些遊戲機 或者是機頂盒之類 就用來做一些實際的 支援電視的設計 這樣的用途 我見到這邊的位置 多數都是用了淺色 例如這個電視機櫃 我見到都是用淺木色為主 比如梳化都是用淺灰色 其實這邊主要用色 在淺色方面 其實有甚麼好處 以及想帶出甚麼感覺 本身一個空間做的角樓 怎麼都會有少少局促 或者壓迫感 而淺色這個選擇 就可以減低這種壓迫感 如果用深色的話 整體的空間 又會再縮小了 所以譬如說 角樓樓板底 我利用了白色的選材 另外梳化也是淺灰色 另外梳化對著另一邊的牆身 都是一個淺色的設計 另外窗簾的顏色 都會整體適合一些比較 木色或灰色的感覺 另外就是因為這個單位 是雙露台的設計 我們在傢俬的擺位上 都要留一個通道的空間 可以等護主在生活的時候 都可以接觸到兩個不同的露台 既然這個客廳 設於各樓的下方位置 其實相對上自然光 都未必可以很大量引入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位置 燈效方面做了甚麼功夫呢 燈效方面的功夫就是 我們在沒有改過單位 任何電製的情況下 在傢俬內部 我們走了不同的線材 就會納入一些射燈或滲燈的效果 亦都將不同的射燈和滲燈 分為不同的區域去開啟 不同的區域的射燈 就會有不同的指甲制 譬如說射燈可能是一組指甲制 然後飾物櫃的燈也是另外一組去控制 根據當日的天氣 或者時間 或者護主本身的喜好 開啟或者關閃相應的燈 利用一些燈帶的滲光效果 可以令到光線柔和一點之外 還可以擴闊全屋的空間感 我看到這個單位 不少的儲物櫃裏 其實都有很多燈帶的燈效 其實這些燈帶的燈效 有甚麼感覺可以帶出來的呢 最大的感覺 就是可以開啟他們想放出來看到的東西 另外就是令到整個氣氛 會有不同的燈效 有不同的感覺 譬如說電視上面 在不看電視的時候 就可以開啟 這裡有一個調子的牆身 看看飾物櫃的位置 裡面就有不同的擺設 即是車仔 或者是不同的公仔之類 開啟燈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令到你看過去那一邊 那一邊就是很特色的東西 譬如說 其實平時可能晚上 不想全屋的燈開啟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客人 可能就是開一些傢俬的燈 會有一種氣氛燈的感覺 譬如現在都很流行一些分區 或者是一個小單位裡面 可能做一個角樓 甚至下面做客廳的位置 其實在這方面的設計 有沒有甚麼提示 或者可以給到觀眾呢 即是其實 怎樣打造才是一個舒適 而沒有那麼壓迫的客廳呢 如果要做角樓的話 其實我們最大的位置要顧慮 就是本身單位的高度 譬如說有些單位本身 樓底不高 但是住的人 如果本身也都不太高 都會有機會做到角樓 但是最大的因素 就是我們要因應 本身戶主的身高 尤其是樓下這個客廳的位置 是會經常出入的空間 所以在跟客人談的時候 主要都會顧及客人的高度 在出入這個角樓的時候 不會經常都撞到 變成這個位置 就要跟客人談 可能有機會要取捨樓上的空間 為了更加好地區分客廳和睡眠區 設計師在這裡設計了一個角樓 令到護主休息的時候 都可以有更多的私人空間 最後就要看回睡眠區 因為都是護主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即是回家當然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首先角樓最重要的組件 就一定是樓梯 我見到你是善用樓梯底去儲物 其實是做了些甚麼設計的功夫 樓梯底的位置 主要我們都會有些收納的空間 另外除了收納之外 因為亦都跟本身家其他地方一樣 如果全部做了十滴滴的門板 就會感覺很局促 所以其中某些位置 我們都會開放回去 做一些擺設的空間 變成這個位置 和這個位置 其實後面有一些灰鏡的元素 除了可以展示客人喜歡的東西之外 另外也可以令整個空間沒那麼壓迫 另外亦都剛才所提到 因為這個樓梯是靠窗口 所以不想遮太多景觀的時候 我們就建議客人不如不要做扶手 因為做了扶手的時候 就會遮得更加多 所以在不做扶手的情況下 其實只遮了三分之一 最多都是二分之一的窗 單位空間有限 設計師線用樓梯底的位置 儲物大大增加收納空間 既然這條樓梯其實沒有做扶手 當初有沒有考慮到安全性的問題 可以在沒有做扶手之外 亦都令到可能護主上上落落的時候 都比較安全些 首先護主本身都是成人堆住 所以沒有扶手的時候 可能去到第三、四級 你已經可以扶到樓上 角樓、樓板或者扶手的空間 但我們亦都顧及到有時可能放東西 可能怕它會滾到窗台那邊 或者滾出來 滾出來都比較容易承 但滾到窗台那邊就比較難承 因為本身窗台的空間不多 所以我們在靠窗的位置 都做了一些擋水的位置 或者圓形的東西放在這裡 都不怕會掉到窗台 而令到扶不到這個狀態出現 我們經過這條樓梯 去到戶主的休息區域 其實在睡床方面 你們是怎樣設計的呢 本身床褥的大小 當然是要根據護主的要求 另外在床頭的位置 我們都做了一組床頭櫃 一般現在大部分人 都會臨訓之前玩電話 或者有鬧鐘之類需要放 樓上在床頭的位置 的一個儲物櫃 就可以滿足到護主的要求 除此之外 其實床頭的位置 還有一些深燈的配置 就變成不用在樓上 都會被天花燈殘住 睡在床的時候 可以關掉天花燈 開我們傢俬的滲燈 就可以有一種反射的燈 就不用那麼殘眼了 在設計這些高架床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可以避免 壓迫感太大呢 有沒有一些提示都可以告訴大家 主要是要因應我們在床上起床 坐直的人 不要撞頭的大的元素 但是都要顧及護主的高度 如果譬如上面起床不撞頭 但樓下有機會很矮 我們這些位置就要跟客人去談 其實是想上面的空間寬敞 還是下面的空間寬敞 但是最後的決定當然是 我們要跟護主交出來 因為有些客人可能會是 喜歡在樓上生活多一點 例如看書、做事都是躺在床上 可能樓上空間就會比較寬敞 樓下就可能會局促一點 但也主要是跟客人的生活習慣 這次設計最滿意的位置 也是擺位 因為本身受限的角樓 搬來窗邊之後 除了可以在懸關入屋的時候 增加了本身的空間感 亦都可以為角樓帶來窗邊的景色 一般現在都有很多開放式的單位 其實我看到你在這個單位 真的做了很多不同的功能空間區分 其實如果觀眾想在一個開放式的單位 都做到這個效果的話 有沒有少少的建議可以給大家 我們一般建議單位最少要有三米 或者沒有三米都要有兩米的高度 才去考慮做這個角樓 還有不要因為樓底高 就覺得要做角樓去用盡它 因為做了角樓一定會影響整個樓底 或者家庭壓迫感 所以譬如純粹有這樣的高度 就是做一個角樓 但不知用來做甚麼 一般我們都不建議 所以譬如說一般我們的角樓功能性 除了睡覺之外 可能是一些小朋友的玩樂區 又或者是一些書房 譬如在一個睡床上 剛才也說過 可能會設合戶主的高度 其實在燈效方面 是否主要都不要用這麼多 一些很大盞的主燈 因為可能一起來都比較殘 都是的 但有些人就會說 其實我可能在樓下的生活的雜販比較多 我們在各樓位置都會加上燈 如果樓上的燈因為太近睡覺的位置 所以一般我們覺得足夠就好 因為樓上無論放多大盞 都會照不到樓下 始終我角樓會遮蓋 我們就參觀完這個單位 最後都想問你 其實這個單位的裝修設計 連同添置傢俬 一共用了多少錢 這裡的設計連添置傢俬 大約30萬左右 今天麻煩了Camille 跟我們介紹了這個開放式的單位設計 這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設計家會繼續帶大家看不同風格的設計 記住留意 今次設計最滿意的位置也是擺位 因為本身受限的角樓搬來窗邊之後 其實除了可以在圓關入屋的時候 增加了本身的空間感 亦都可以為角樓帶來窗邊的景色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 還要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然後再加上船 再加上船 如果大家可以再加上船